根据专家的经验来看 高中通常都是学生探索新事物的最佳时刻 除了考试成绩跟学业表现之外 大学面试官也想要透过更多的资讯 尤其是课外活动 来了解申请者是什么样的人 了解了课外活动的重要性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要做 如何做 要比做了什么还重要 你参加marching band 参加乐队 参加orchestra 参加这个学校的交响乐团 或者去做一些community service 到教会 到孤儿院 养老院 那这个只是叫做一个叫称谓 就表示你跟这样子的活动有发生关联 但是高度看不到 我们现在要强调说 申请大学真正要的说 不是只是去做那件事情 而是在那件事情的架构里面爬到最高 发挥你的影响力 发挥你的这个领导力 所以在ACI在帮助学生 在选课外活动 在安排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一套 你清楚的这方法会指导学生 如何在你的课外活动里面 挑对的活动 对的比赛 对的这个能够彰显你的优点的事项去做 对的观看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